太明顯了 什麼 我們今天有來賓嗎 對 不好意思 那個剛剛很明顯 就是我們非常大排要求他們 要把我們的位置往前 而且我們就在五分鐘說 我們要換位置 然後對方整個傻眼 對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是看到很多人 我還看到有人戴台最友好的帽子耶 太可愛 哪裡有台 你看 你看 哇 那個奶茶色超可愛 你看 你跟熟的帽子一模一樣 欸 這我們其實是第一次在這種封閉式的環境這樣 對啊 我很不習慣 以前我們都在外面可以跟大家說 聽不到大家的聲音 聞不到大家的味道 你為什麼要聞到這樣的味道 因為我是Joe Biden 所以真的聽得到 會講很快會很糊嗎 大笑會很吵嗎 要很吵 要很吵 你們現在搖頭踩一直會更大聲 真的 我覺得我們好像被關在裡面的感覺 對啊 你們不覺得很像魔鏡號嗎 大家知道什麼是魔鏡號嗎 你們知道什麼是魔鏡號嗎 我們跟大家交一下 尤其那小妹妹走掉了 還在 妹妹 我跟你說 魔鏡號呢 就是有一種車子 就只看得到 裡面看得到外面 外面看不到裡面的車子 然後車子裡面的人都會做一些 運動 運動 對 妹妹好害怕 好 要開始 所以剛剛沒有直播嗎 對對 OK 你們隨時可以 隨時可以 對隨時可以 我相信 好 先來我們還沒開始直播 反正大家習慣我們落賽了 對 對 好 這邊嗎 好 歡迎來到百靈國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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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Kem 我是凱莉 今天我們在迪化街做 算是一種小型Line podcast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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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謝謝大家今天來 因為更不知道今天會出大太陽 對啊 我出門的時候其實蘆洲超冷 我還戴圍巾你知道嗎 對你看起來 欸他現在超冷 我一直叫他把外套脫掉 可是他就說他奶頭全部都濕了 他以為我在分泌什麼 乳汁 乳汁 對啊所以覺得不太好 對 今天很開心看到大家 大家都打完疫苗了 剛剛有確認 除了小朋友之外 有啊 大姐你有打疫苗嗎 有 那你身邊的朋友會打疫苗嗎 也都有打疫苗 不怪是我們的聽眾 對 會拉人去打疫苗 我發現男生有點多 是不是很多人以為今天是台通來啊 太多男生了 這不對 這比例是錯的 這比例是錯的 不合理 我們的後台 女生應該是要七成 女生是七成 今天這邊男生佔了八成 女生舉手一下好不好 好啊 有啦有啦有啦很多 有些男生也舉手 好啦 難怪你們會來 好 謝謝大家 下次我們還是盡量就是在外面好了 好像也比較習慣對不對 對啊 那我問一下 等一下有沒有人要去看 我跟瓜姐那個毒蛇猛獸舉手一下好不好 可是我知道了喔 我們站到椅子上好了 好啊 我們站到椅子上 我覺得那個工作人要瘋掉 因為她說有直播畫面 我就說 那就拍我們屁股就好啦 他們現在超忙的 對 對不起 這樣有比較清楚嗎 有嗎 我好像有被一個 這個 等一下 我一直擋 我很對不起在家看直播的人 因為就是一直看我的 側乳 然後要看凱莉的人都會看不到 沒關係 完全把我擋住了 所以凱莉會看起來超瘦 對啊好開心喔 好啦那今天我們其實就是要跟大家聊聊過年的習慣對吧 我很好奇喔 今天來這邊的人 之前有來過年貨大街嗎 就過年的時候來過這邊 沒有的舉手好了 沒有的 沒有的 欸其實蠻多的 很多人過年的時候沒來過 我跟你說他們只想互動 因為他們先點頭然後再舉手 你有沒有發現嗎 就是一對說謊的bitch 你們都騙人 凱莉真的是第一次來 過年的時候來 這是我過年第一次來耶 因為以前來這裡就是買草莓大福而已啊 沒錯吧 旁邊的草莓大福牌超長的 哈囉我是凱莉 等一下我可以插隊嗎 這個草莓大福看起來超好吃 超好吃的 可以這樣插隊嗎 不行啊 可以吧 不行啊 不過我們就跟大家聊天 今天是聊天為主 我今天不會講歷史 歷史 因為我們不會 然後就 而且呱吉好像之後要來嘛 對我們就把歷史交給老人講就好 對啊他是活歷史 他什麼都看過了 對 瓜吉今天晚上輸定了 對 結果瓜吉會輸的舉手 結果瓜吉會輸的舉手 我怎麼沒舉 什麼意思 欸這今天晚上等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有大概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想說我們可以講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有帶一點新聞 然後等一下出去跟大家互動 那一結束我就要馬上去那個去彩排了 然後今天就是男生對女生 所以我帶一群女生 然後對瓜吉對他們都是耳男 然後輸的要被懲罰 沒有人想要看我被懲罰吧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只想看瓜吉 其實我跟大家說 凱莉很喜歡被處罰的概念 大家懂對不對 你看每個人 你看每個人眼睛都變一條線 你看每個人眼睛都在乳滑 每個人眼睛都變得超細的 我是真的很喜歡被處罰 但是 不是被呱吉 對不是被呱吉 He's not my type 好 那其實今天來到這裡我們是蠻開心的 對啊 而且今天其實我們覺得找這麼多Podcaster很神奇 其實是他們幫我們做到我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其實就很喜歡就是到台灣 就是我們自己有記憶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直接 就直接開機錄音 那也不管說有沒有人來 我們就是錄起來就對了 對 然後而且他們找了幾個Podcaster啊 50組 50組Podcaster 其實有點像小小 我們一直想辦的那個LivePodcast Festival 的感覺 可是我們就說了以後 因為疫情 然後就一直沒做 對 因為 我們比較沒錢 對啊 我們是沒有辦法做這種魔鏡號在那邊的 對啊 如果GoPro踢倒 對不起 好 所以其實這一次 大家有看到那個頭頂上大老虎嗎 有對不對 明年是虎年啊 今年 今年是虎年 馬上就要變成虎年了 對 所以就是 大家記得去跟他拍照 為什麼 因為如狼似虎的一年啊 對啊 所以大家記得去跟他拍照 然後 其實那個 那個 我剛剛有往下去逛 然後還有看到那個紅包牆嘛 然後那個主辦單位有說那個紅包牆會抽很多很多很多的禮品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抽一下獎 那抽獎還說有這個最高好像什麼 什麼萬元 蝦皮萬元公務金啊 反正就蠻好的 不抽白不抽 去抽一下 不過我覺得今天很可惜的地方是 反正就是這兩年都疫情嘛 所以年貨大街就沒有什麼試吃 大家以前有來過就是 欸 Flag 對 橘色口罩 他幫我們做那個片頭動畫 我們這個片頭動畫很可愛的話 你決定他要這樣成選嗎 耶 謝謝他 而且我們超級歪一直叫他改 一直叫他改 一直叫他改 他都沒有抱怨耶 有啦 他沒有抱怨 而且 Ken就很小心 他說你一定要好好跟他講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種時候特別容易轉成黑粉 有愛生恨吧 因為就是今年就是都沒有辦法試吃 我記得我小時候來的時候 就來這邊就路邊狂吃啊 就走一趟 然後就飽了 聽說那個年貨大街以前 以前是可以趁人多的時候偷偷拿的耶 其實沒有偷偷拿 他們就是會拿一把放你手裡 然後吃喜歡的時候就可以 然後媽媽就會說 那就多買一些好了 所以就牽著小孩就可以拿免費的 你知道那種不是巧克力的巧克力嗎 像足球對不對 那種都不是巧克力嘛 然後還有什麼金元寶對不對 那吃起來QQ的 可是就不是巧克力的巧克力 還有那種金幣 啊你有錢人沒吃過 就傳人家吃 你看凱莉一臉就是這種 你在說什麼我沒吃過 我今天第一次來 沒有過大街 對啊 然後還有那種在烤的 那個魷魚捲對不對 很多口味的 現在都沒有 我就覺得 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不過我覺得這次很用心 你有看到那個上面的燈籠啊 什麼的我覺得很漂亮耶 不過我還是要跟那個 我們海外的聽眾說 現在沒有得試吃 所以你們現在不能回台灣來過 沒有差那麼多 真的耶 就今年海外聽眾還是不能回來 對啊 好辛苦喔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說 國外回來的人就帶病毒帶什麼 我就不能這樣說他們 因為大家要不是逼不得已 沒有人會想要搭那麼久飛機 然後可能冒著會被感染的風險 對不對 然後回來了再隔離 隔離超重 我們不是把Esther給他弄回來 然後他整個都快光掉了 他隔完離以後就不理我 他整個人就怪怪的 你知道嗎 Esther現在只能變超怪 沒有嗎 超怪超怪 而且我還有看到 就是大家搭飛機的時候啊 都不能吃東西 然後不能喝東西 然後還有人在飛機裡面搭帳篷 真的 飛機裡面搭帳篷 對他就把自己的位置 是正常帳篷對不對 是真的帳篷 真的帳篷 真的帳篷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就很辛苦 對啊 還有人幫紙妞的布啊 真的很辛苦啊 所以希望可以之後可以趕快開放空 對啊 其實我們去年 我去年的時候有來這邊那個 來做我們的村聯 對 大家記得我們以前那個好像很漂亮的棚 現在被拆掉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新的棚馬上就要出來給大家看 2月18號以後大家就會看到 超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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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辦手印 在那個應該吧 他們的時候ok 目前就希望就是那時候 疫情大家不要就是政府不要變太緊張 overreact 要過度反應 所以就是 2月18號的時候 我們會在新英威秀辦首映 然後我們會 會請記者朋友們來 在外面我們會搭一個自己的舞台 應該吧 那時候就沒有像這樣子 我們被關在裡面的感覺 不會 我們一定會在外面跟大家互動 然後希望到時候疫情也是 就OK了啦 那時候想要多一點人去打第三劑 會啦 好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 大家一定要來出門 但是我們還是很重要 我們花了很多錢 而且原本台灣plus要付錢 現在沒有了 不要再嘴他們了 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找我們 我是用愛的嘴 不過這邊也蠻多地方在賣豬肉乾的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們是用美豬 因為我很想去吃 我說真的 在這邊有人看得到哪裡買美豬的舉手 拜託 你看那麼多人都不知道去哪裡買美豬啊 我好像有吃吃看美豬喔 家鄉的味道啊 在哪裡呢 都沒有 come on 除了熱狗以外 買不到 買不到 不過之前 我跟妳說嘛 我以前在讀MBA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過年 然後就帶著那個ABC朋友 然後他們也是第一次來逛 那時候沒疫情嘛 所以大家就逛得很開心 你在他們來逛年貨大街 他們就是覺得說 人怎麼可以這麼多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逛過台灣的年貨大街 然後他們就一邊走 然後就是真的帶他們一邊走 然後亂吃一些東西 我現在說 這是巧克力喔 真的 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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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長得 會變這樣子 不過大家都是覺得年貨大街很有特色 真的就是希望 趕快疫情結束 可以恢復正常 還早 還早 好啦 我們要聊一下 要怎麼樣覺得台灣越來越正常 就是講一些別國家很悲慘的 疫情的新聞 就中國 對啊 我們來講一下中國好了 中國現在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 因為他們現在 河南啊 天津還有山西那邊 就是開始有確診了 好大家不用再看了 隨便躲在角落 你們 你們聽到 隨便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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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興奮了吧 你會覺得他好像比我們受歡迎的 對啊 對啊 I give up 好請繼續 你講話大聲一點 我們這邊聽不到 我都要聽外面的回音 然後來聽到你的聲音 對 反正他們現在就是想要清零 但是就一直有確診案例出來 所以中國政府就呼籲大家可以就地過年 那有一點 就地過年的意思是 比如說你是廣州人 然後你在上海工作 那你就乖乖待在上海過年 哇 就是幾乎叫大家不要就是春運嘛 對不對 基本上叫大家禁止春運 不要移動 可是春運 我記得是中國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口移動嗎 對啊 但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就是減緩蠻多 減緩蠻多了 那有些企業會說 就是你過年期間 繼續工作 我就給你的有港紅包 不要移動啦 不要回家 努力賺錢 這很慘耶 對啊 怎樣 沒有 我在等你 我現在想到其實是因為現在中國那邊疫情爆發 就是有一些小龜母爆發 其實我猜應該也沒有到真的非常嚴重啦 因為他們管的也是比較嚴 你確定嗎 他們非常嚴重你也不會知道啊 說得也是 就直接燒了 對啊 而且像天津他們是一千四百萬人 就是一次普篩耶 一次四千多萬 一千四百萬 一千四百萬人 一千四百萬人 在天津普篩 對普篩 他們一次就十個人丟在一起然後一起篩 所以差不多就是一百四十多萬次吧 不要在這裡算數學 你們有看到那個新聞是說 河南鄭州有一個女生啊 他就是一直去相親 你們有看到這個新聞 沒有 范姐有講對不對 沒有 范姐有講是不是 范姐的還沒上吧 昨天的 昨天上 大家有看范淇斐的新聞嗎 沒有 很好 那我要再講 他就是 太震驚了 反正呢 就是那個河南鄭州啊 然後有一個女生他就一直相親 然後他就去某一個小區的男生家 然後第一次約會就相親嘛 然後相親以後突然發現 那個男生家就突然被lock down 因為裡面有人確診吧 然後他就把那整個區關起來 我現在才發現耶 這女兒就跟他關在一起了 中文是相親喔 英文新聞都寫blind date blind date 差不多吧 blind date不一定相親 相親是知道結婚 blind date是之後要約炮的啊 對吧 對吧 你看 每個男生都點吧 有些人搖頭 沒有 沒有 有 blind date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約會 然後彼此不認識就去約會 就叫做blind date 然後相親 相親跟blind date還是有差吧 范姐 我們可以問你嗎 大姐 你有相親的經驗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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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那個 blind date就要去打炮嗎 我突然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們問這邊 這邊有人有相親經驗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有相親經驗 有一個 你覺得 你覺得相親跟blind date的意思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你們好前衛喔 來吧 因為目的不一樣啊 真的嗎 相親就之後可能要結婚啊 相親的 可是結婚前也要先試婚啊 那不是也要先打炮嗎 可是 blind date不一定之後會 是往那個目標前進 所以有點目的不一樣 對啊 你覺得相親可以先打炮再結婚嗎 大姐 不行不行喔 我自己都很痛苦 我看你的眼神有恐慌 我覺得她很開心 OK嗎 OK 我有取得她的積極同意 OK的 不過所以 所以這個新聞呢 Ken一聽到 這個是我在BBC上看到的 這個女生 她就跟這個第一次blind date的男生 就突然要被關在一起 然後她就在社群媒體上面抱怨這件事情 然後Ken就說這一定是假新聞 對啊 我覺得好像是可能什麼某相親平台 有沒有 弄出來的假新聞 自己說中國就會幹這種事啊 對啊 對吧 一聽就覺得 或者是 可能這樣有一些流量嘛 反正正好也是個有趣的故事 現在大家聽了就很有感啊 對啊 你看全中國現在 你說杭州也是嘛 杭州也在lockdown嗎 還是沒有 沒有他就是鼓勵大家就地 就各個地方都在鼓勵大家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大家記得八角爐 八角龍 八角龍 八角龍的那個前先生嘛 他就在西安嘛 然後他說他之前也是被關很久啊 那個關到麻痺了 那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其他中國聽眾也在說 他們 就已經無感了 然後其實西安大家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丟很多西安的新聞跟我們講說 西安之前就是 什麼 拒收孕婦啊 大家都看到一些這類的新聞嘛 就是孕婦那個胎兒就直接GG 因為他就開始出血 然後醫院就不熟 因為他們就是忙著收那些病患 其實全世界現在都這樣啦 包括紐約啊 不會到中國那樣子啊 當然啦 因為他們就是 聲音可以被發出來 不過我現在都覺得我們一直貼在這個玻璃上 然後大家在外面看 因為一種很有趣的感覺 我們很想翻牆出去 我們現在就有一種 對我們現在好像就是在牆內 然後我們講的聲音就希望外面的人有聽到 我們根本根本不知道 我們是 In a living metaphor 裡面 對啊 好 那現在世界疫情狀況是怎麼樣 歐洲現在是怎樣 歐洲現在 就前幾天不是那個世界衛生組織說 歐洲之後可能就是會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Omicron 所以也是GG了 但是我朋友生下在義大利 我看到他跟那個比薩雪塔在拍照 他後面的人都沒有戴口罩 不過堂內其實過幾天就要去荷蘭做交換學生了 然後我們都是跟他說 說除非你身體健康就這樣而已 不然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 那邊的人已經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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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遲早什麼時候 最後就會變 就是全世界都染完了 就剩台灣 不要騙孤兒 我們就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孤兒 因為你說我們沒有感染Omicron 欸 蛇你跟我說 中國在那個做隔離 就是lockdown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就不能出去買菜 對不對 那個 我上面寫的那個是西安 那西安他從去年年底開始 就封城還蠻嚴重 一開始大家是還可以就是 一個家人 一個家戶可能也可以派一兩個出去買菜 那到後來比較嚴重 也就是今年大概一月初的時候 就大家都不能出去買菜了 政府就開始在發愛心菜 對 愛心菜 可是愛心菜是不用錢對不對 不用錢 但是他是會分階級去給你的 所以你住有錢人區 可能像是你住天母 就可以拿到有機的 然後你可能住 比較偏向一點 你就拿到 就比較偏向一點 就比較偏向一點 對 神怎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還要做得拿更好的 沒有我在收中國 對 那就有些人就不太想要收嘛 那我在那個YouTube上面看到 有一個中國的YouTuber 他就翻牆出來講說 像他媽媽就不想收 然後外送的小哥還說 就不要找政府麻煩 是喔 因為他其實那個外送小哥也是在算業績 那他們可以從那個外送平台買菜嗎 一開始是可以 但是在1月的大概第2個禮拜的時候 西安市政府就直接說那個 他們最常是在那個馬爸爸馬雲 馬雲他自己有弄一個生鮮外送平台嗎 對不對 叫河馬先生 對 然後那個河馬先生就被關掉了 然後西安政府是說 所以國家說我們在送菜 你不要來擋我們的路 他不是這樣講 他是說他們的蛋沒有洗乾淨 說馬雲的蛋沒有洗乾淨 要洗澡啊 然後就直接把他的線上平台全部關掉 那那些現在西安的人民 就只能去收政府的愛心菜 就只能拿愛心菜 或是地下交易 因為我最近看到很多在做地下交易的 就是拿一個Wii有沒有 或者拿著PS4 PS5 那去換泡麵 宜宜宜宜 我問你是去換泡麵 沒有 他說這不值得 這不值得 你有發現小女孩都走了嗎 有 那爸爸發現這有點危險 對 幹得好 爸爸你這樣是沒有錯的 沒有 只要適當指導就可以了 OK的啦 小孩子懂得比你還多 他14歲了吧 沒有啦 那個 他還要120公分耶 怎麼很10歲 他剛剛8 真的嗎 14歲也是很快速的 好啦 OK的啦 Not too far 好啦 那 還有就是西安正 西安他們現在封城還是沒有完全的結束 那剛剛那個 還沒結束喔 對他就是部分有開口 所以錢先生可能他住的那個小區已經結束 可是別的區還沒結束這樣 對 那我看到那個中國的Youtuber 他是有說有一些小區的旁邊 是有賀槍實彈的警衛在駐守 所以有警察拿著槍 然後你出去可能就 就不能出去啊 就嚇你就對了 對對對 這很煩耶 很恐怖 我無法接受耶 這想起來 你不覺得很煩嗎 為什麼你在你自己家出入 然後人家拿槍子 因為中國就這樣啊 他們要清零 對啊 但我覺得 好吧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中國要 要開打北京奧運了啦 那個叫什麼 冬季奧運 有關心冬奧嗎 沒有對不對 有 一個 有 有 你是想要看什麼項目 你有辦法用比手畫腳的方式 讓人知道你發現是什麼項目嗎 花式滑冰 沒有沒有你要表演出來 沒有 口罩我們聽不到 我們也看不到 表演是什麼項目 你看雪板是這樣 是雪板嗎 滑雪 滑冰 滑冰 這個是 花式 女生結弦 哇 不過我們原本也很想看 那羽生結弦去 會不會被丟小熊維尼嗎 對不對 不過看來好像是沒有觀眾了對不對 對啊 這次不會有觀眾 其實我這次就是聽了一個BBC 他們在做一個 東奧的那個特輯啊 那講說這次中國 我們要怎麼再擺POSE 好 你這樣貼 抹鏡齁 好吧 好想要試試看 好就是我剛講什麼 我現在被你整個打 沒有觀眾 沒有觀眾 就是他們說 這次唯一會可能會去場館看的 就是可能贊助商 中國國內贊助商 然後再來是 政府官員 然後最後可能是 中國解放軍的軍人們 所以就是給自己人看 然後全部都來幫中國加油 所以我好奇Chinese Taipei 他們會不會加油 可是中華台北這次只有三個項目 會比賽而已 而且是我們很不熟悉的項目 對 有哪三個項目啊 高山滑雪 拓雪橇 跟競速滑冰 競速滑冰 競速滑冰 競速滑冰是漢地的吧 所以應該是有 還是可以看 可是其他事事都要在國外練啊 應該是這樣 對啊 對啊 現在那麼熱 怎麼可能 那我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這次我聽那個 那個BBC 他們分享的東京奧運的 說錯了 北京東奧的 一些小故事 因為真的很好笑 因為這次大家都知道 這次的那個 北京東奧 非常的政治化 就是很多各國的政治人物都說 我們這次不會去了 那可是 那美國說出這句話以後呢 過沒多久 普丁就馬上說 這次東京奧運 北京東奧 幹我只講錯 就說東奧 東奧 我一定會過去 因為他說兄弟一定要互相支持 所以就 嗯好 那可是在2015年的時候呢 他們就 其實這個 北京東奧這個地點 他們是在2015年的時候選出來的 就是申請奧運那個資格啊 就舉辦資格 在新加坡嘛 不是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宣布的 那時候其實 會選到北京呢 是一個意外 因為那時候其實 大部分的參選國 就是參選國都已經放棄了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可能是挪威的奧斯路會當選 可是 到要選的前幾天呢 挪威奧斯路就突然也棄權 因為他們就是國內的政治人物 就說 我們可能不想要 舉辦東奧運啊 可能勞民傷財啊之類 不會帶來太多經濟效應 所以後來奧斯路 所以到時候只剩下兩個城市在 一個是北京 另外一個讓大家猜是哪裡 哈薩克的奧馬提 大家知道哈薩克最近在發生什麼事嗎 暴動 所以他們 他們那時候後來選北京其實是 相對的幸運 你自己想像 如果現在在奧馬提辦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就很像就是譬如說韓國瑜跟 跟 你在這邊講話小心一點 就很像如果你今天只有兩個人可以選 一個是韓國瑜 另外一個是 趙少康 趙少康 這兩個是 你覺得會誰上 一還是二 是一還是二 一韓國瑜還是二 然後少康 我們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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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你看北京跟另外一個 阿馬提 哈薩克 哈薩克 最後大家覺得好吧 可能北京會相對比較 穩定一點點 相對吧 所以最後就只要選北京 可是那時候很好笑 因為那時候他們在選北京之前 他們就剩下兩個城市在選 然後再開票前幾個小時 很多委員就在裡面開會 在吉隆坡的大樓裡面開會嘛 然後開到一半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外面 突然變很吵 他們往外看 發現中國不知道去哪裡 在吉隆坡裡面 好像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載到遊覽車上 載到那大樓外面 然後那些中國人就在外面 拿著那個國旗 然後所以大樓一直喊 ChinaChina之類的 所以就是 你給他們壓力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你能想像哈薩克在那邊喊 喊阿馬提嘛 不可能嘛 對啊 所以這次選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嗯 怪怪的 中國真的是 就是很有中國特色的加油方式 非常有中國特色 對 那其實這一次呢 其實很多外媒都在看這次 那個北京冬奧到底會怎麼辦 其實是因為 在2008年大家還記得北京的夏季奧運嗎 其實那一次 相對來說是半能成功 如果大家有聽那個 吃佛的讀書會 如果大家忽略了那個時候 很多就是 很多葬人在那邊自焚的話 那次是相對成功 那附件店家有聽到嗎 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的葬人在自焚 可是北京 為了不想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就押新聞 對 那那次其實 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他們的coming out party 就是說 中國這次登上了世界舞台 其實大家回想一下 那次 真的其實是說 2008年之後 中國真的在 在世界上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了嘛 對不對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08年 我的那時候同學 在美國念書的同學 都念青大 他們說那是他在青大念四年 唯一看到北京藍田的那一年 他就規定所有的工廠停工 就停工半年以上 然後就北京就恢復藍田 所以那一次主要的重心 國內 中國的宣傳重心 會向國外 可是這些外民呢 說這一次的東奧 主要是在做內宣 是對中國人自己講的 說 我們國家要辦東奧囉 很棒吧 你看我們現在國家要清零 假笑 根本沒有 對啊 可是人民吃這一套嗎 我覺得中國人也沒有那麼笨啊 這就是阿Q法則啊 精神勝利法 對不對 喊久了就覺得自己好像贏了 就像我們 一直說自己第一名 喊久了就以為自己第一名 其實也沒有 現在已經不是了 對是吳淡如 謝謝吳淡如 謝謝吳淡如 不過這一次呢 那個我來講一下 就是其實中國會這麼 在意內宣的一件事情 也是說他們要讓自己的人 相信說我們很棒之外 也要洗刷 他們一直被世界上 抹的污名 大家對吧 因為全世界都在說 武漢肺炎是從武漢來的 這件事情中國說沒有 是從美國來的 所以他們要努力的洗刷 這個污名 就是武漢來的啊 因為他就叫武漢肺炎 不過那個時候 東京奧運 也是有點類似的狀況 雖然比較不一定是做內宣 可是那時候 全世界就需要一個 祝福 他們需要一個 大家一起 人類還可以繼續 活下去的歡慶感 對 但那個不是內宣 那是全世界有一個 大家一起自衛 大家一起自衛 大家有聽到嗎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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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好字 好啦 我們是百靈國 不過這一次就是 我們是百靈國 你有事的路人 如果還沒有訂閱 百靈國news的podcast的話 可以幫我們訂閱一下 可以學英文 學中文 還有國際媒體 然後跟大家 讓大家帶有更有國際觀 然後請訂閱加分享 我們想要引武彈如 謝謝 我知道很多人都愛聽武彈如 但是我們也不錯喔 好 那這一次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東奧對很多選手來說 其實也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 第一 他們這次去的話 又要做很多的隔離項目嘛 其實他們說這次 會對很多人來說 會跟東京的奧運 感覺會差不多 因為大部分的選手 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也是很痛苦 他們去就隔離 哪裡都不能去對不對 就選手村 大家去吃飯 吃飯以後就回房間 然後整天戴口罩之類的 很煩 然後每天還要戳鼻孔 那這次去北京 只會更嚴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只想要趕快 比完他的項目 就趕快飛回國家 所以對所有人 裁判啊 教練啊 大家都一樣痛苦 非常煩 可是其實東京奧運 那個時候也是有點像這樣 對對對 我說可是這次中國會更嚴 然後這次對媒體來說 也很煩 因為媒體 基本上也要過一樣的生活嘛 就隔離啊 脫皮子 之外呢 11天 21天 21天 那真的很久耶 insane 對啊 對啊 那個媒體 你記得那個時候東京奧運 其實也有一些媒體跟選手 有偷偷跑出去外面酒吧 那就被抓了 然後就也沒有到被抓 他們就會被勸阻 可是在中國可能 就槍底沒有 所以可能這個壓力可能也會更大 那個這次媒體去呢 他們還會強行在所有的外媒手機上面 安裝那個tracking的軟體 他們說呢 是為了確保大家都安全啦 大家的那個什麼安全碼都沒有變紅色 可是所有的外媒都超害怕 他們說 這樣我手機基本上是拿給他們 他們說是要拿給官方人員去幫他們安裝 好可怕喔 所以他說 他開始理解說 為什麼他住在中國的那些其他外媒朋友們 都很少寫出批評中國的新聞 因為他們就覺得手機永遠都在被監控嘛 這很害怕 然後再來是 就是中國人權最近也是很多問題嘛 那當然啦 因為他們這次要在那個東京辦奧運 所以IOC就是國際奧運 國際奧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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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遭遇了很多人在對他們抗議 所以你怎麼去人權有問題的 國家辦活動 所以他們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其實有follow聯合國 國際人權組織的一些guide line喔 你自己說 國際人權組織是誰當家 國際人權組織就是剛剛聽到 像什麼一帶一路的好朋友啊 中國啊 大家都在裡面喔 我記得哈薩克也在裡面嗎 對啊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好 那我們要求中國 其實在 因為在那個2008年的時候 國際奧運奧委會 國際奧委會 就有要求北京說 那你們這樣子 那你們應該要設一個言論自由專區 專區 sorry 可以在那邊 讓大家自由的發言 什麼意思 就是說好我們在 可能假設在water cube 在那個水立方附近 然後在遠一點的地方 設個區塊 讓大家可以在那邊自由的發言 自由的抗議什麼的 然後 國際奧委說 你只要設一個這種區塊 我們就覺得 你尊重人權喔 然後 北京說 好我設一個這個區塊 可是大家需要申請 那時候有77個單位去申請說 我要在那邊抗議 每一個都被駁回 所以沒有人在那邊抗議 那超蠢的 WTF 我還以為他會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抗議 假裝這裡是個人權 殿堂就像天安門那樣 沒有那就是引蛇出洞而已 對啊 這聽起來就很像啊 所以就是 沒敢去 對 然後更正一下 哈薩克現在沒有在那個 人權理事會裡面 謝謝這邊 好 所以啦 就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一次到最後 會發現什麼事 不過基本上 東京 北京東奧 幹 有人會想看嗎 沒有人想看 對 因為真的說真的 這一次台灣總共只有四個選手會去參加 四個選手 對參加三個 四個吧 我記得四個還是五個 三個項目吧 五個選手 五個選手 參加三個項目而已 所以真的是人比較少 對啊 因為沒辦法 那是冬季奧運 我們就是一個熱帶島嶼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難 好 那新聞講完了 新聞講完了 而且感覺出來的新聞 都是在對附近的店家講的喔 智慧就講十次了 Come on 對啊 那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那個過程